离婚三年后我再次见到了李强 他头发白了很多 看向我的眼神也多了一丝尴尬 尤其是他的妈妈 根本不敢和我对视 只是一味的低声哭泣 其实我在听说那个消息之后 就料着他们回来找我 不,确切的是,我的女儿 我铁了心要和李强结婚的时候 家里是反对的 妈妈说李强上面有五个姐姐 感觉是个纵男轻女的家庭 我嫁过去万一第一胎不是儿子 那么接下来很容易成为一个生育机器 这样的家庭嫁不得 我不听,我说我和李强 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我是和李强结婚 又不是嫁给他们前家 没事的,李强有分寸呢 妈妈叹气 说我终究还是太年轻 不吃亏是不知道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 可是最终爸妈还是没有拗得过我 我和李强还是结婚了 后面所发生的一切 证明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确实是想的太简单了 结婚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婆婆在知道我怀的是个女孩之后 各种民事暗示希望我去打掉 理由是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 能生很多个 所以第一胎必须要是儿子 这样二胎就没有压力了 我自然是不同意的 于是整个孕亲 本来应该是受大家照顾的我 为了避免婆婆在我吃的东西里面动手脚 我几乎都是自己做饭这几次 和李强说过几次 但是她不信她说她妈妈才不是那样的人 后来女儿出生后情况就更糟了 婆婆在李强在的时候还算客气 一旦她去上班了那对我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的 每次婆婆看女儿的眼神都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我知道她打心里认为这个女婴 就是她没有孙子的罪魁祸首 我是抛妇产孩子才刚刚三个月的时候 她就和李强提让我怀二胎 李强一开始也有过拒绝 但是时间一长在婆婆的几次哭诉之后 她也心动了 和我说要么我们尽快要个二胎吧 这次注意检查 要是这个女孩就留掉 是男孩就生下来 缘了我妈的心愿 我不敢相信这是那个说会一直对我好的男人 是那个我拼了命想要嫁的男人 她明明知道医生交代过 由于我身体的原因尽量不要再怀孕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而她却说为了缘她妈妈的心愿 希望我生儿胎还必须是儿子 原来在她的心目中 我的生命不值一提 我想离婚 但是看着怀中小小的婴儿犹豫了 之后李强几次三番 我都没有松口 也没有再提 我一直以为是她想通了 直到在女儿两岁的时候 婆婆带着一个年轻女人 还有一个男婴回来 原来是她早就已经出轨背叛了婚姻 还有那个小三有了儿子 我和李强的离婚很顺利 毕竟我们也没有多少共同财产 三年的婚姻我什么都没要 只要了女儿 我说我不要你的抚养费 也请你永远都不要再出现我们的面前 李强爽快地答应了 是啊 有了儿子 女儿算什么呢 离婚后 他们两个很快就结婚了 我也回到了娘家 我一直以为生活会这么平静地过下去 然而人生如戏 李强在两年之后 遭遇车祸 赏私了生育能力 在她最需要妻子照顾的时候 那个女人带着孩子和家里的存款 留下离婚协议书 跑了 并且也说了 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她的 她当初勾搭她 只是想给孩子找个名正言顺的爸爸而已 婆婆也苍老了很多 可是想着她之前这么对我 这么对我的女儿 我一点都同情不起来 她现在痛哭流涕 苦苦地哀求我 似乎忘记了之前对我说的那些狠话 她希望我和李强复婚 希望我带着女儿回到那个家 她说这个孩子是他们李家的希望 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狠 看到她那个样子 心中一阵痛快 我告诉她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我的女儿在你们选择放弃的时候 就和你们无关了 你们要是再这么来骚扰我 那么我会彻底离开这里 让你们以后也永远都看不到这个孩子 对于这段感情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但是在此刻 我就是想这么做 我也知道 我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不是所有的伤害都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掩盖的 这些痛苦他们必须承受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当初没有听爸妈的劝告 一心要嫁给她 那么后来遭的罪就是我应该承受的 他们最初没有珍惜自己的骨肉 那么现在失去的也是必然的 难道不是吗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